觀眾朋友不知道你怎麼出牌過 大家說出牌 不過出牌不是那麼精準 有時候講的是所謂的麻疹 有時候講的是德國麻疹 出牌 這個麻疹在這一兩個月 看起來疫情有一點擴大的跡象 到目前為止 2018年 臺灣現在出現確診了22個麻疹的病例 22個確診 但是因為麻疹是傳染力極高的一個病毒 譬如說我現在是麻疹中了 我在這裡打個腳踏 我待會就出去了 後來又在這裡 它就對了 因此呢 之前是在虎航 之後呢 在林口長庚醫院都爆發了群聚感染的情形 確診22例 但是呢 這22例呢 接觸到非常非常多的人 因此疾管署呢 近現在呢 正在針對5103個人進行追蹤 今天有話說好來談一下 為什麼麻疹會再度的出現 現在的疫情該如何評估 是真的叫做失控嗎 還是呢 都在掌控當中 再來大家最擔心 或是最關心的一件事說 要去注疫苗沒有啦 誰要注 奇怪 小孩的時候不是注這個麻疹疫苗 才會這麼多人 還會得到麻疹呢 那或者是說 現在的小孩子 現在要出國去的人 或者是講說20歲到40歲 現在呢 是抵抗力 最弱保護力 最薄的這個年齡層呢 是不是該要去注麻疹疫苗 今天好好好來談這個題目 來介紹四位特別來賓 首先歡迎是林口長庚醫院 為兒童感染科教授級的主治醫師 黃宇辰 黃瓶你好 大家好 今天很嚴重 目前還好啦 最終五千多個人還好 但是五千多個人 真正你看 你剛剛算過了 正確定的個案只有二十二個 其他五千多個人都沒事啊 但是那很會疼的呢 疼的一年還是針對沒有抵抗力的人才會疼 如果有抵抗力的人 你有注疫苗就有抵抗力啊 所以很少部分沒有抵抗力的人才去問到 等你再詳細來請教你 然後再來歡迎是 輔大醫院感染科的主任李宜謙 李醫師你好 大家好 李醫師提問 輔大現在有醫院 有醫院 有 剛營運 去年九月二十九開幕 全新的醫院就在新莊輔仁大學旁邊 是 OK 等一下要請教你 然後再來特別歡迎是 疾管署防疫醫師 周中沛 周醫師你好 大家好 所以是我想請教 所以你們自己怎麼樣評估現在的疫情 都在掌控當中 對 其實這個疫情是我們可以預期的 剛開始是 可是 包括虎航已經有第二波出來 包括林口長根醫院也有群聚感染 這可以說都在掌控中 因為麻疹原本就是求然力很強的疾病 除非人群裡面的免疫力是百分之百 也就是每個人 要不就是打過疫苗 不然就是自然感染過 否則他就是會去找到沒有感染過 或是沒有打過疫苗的人 疾管署會呼籲現在 特別是二十到四十歲的年輕人們 要去打疫苗嗎 我們還是會有一些優先族群 也許等一下可以再細談 OK 那再歡迎第四位特別來賓 是資深的媒體人 資深的醫藥記者 洪素卿 素卿你好 大家好 信聰好 先來看看 今天桃園也針對麻疹 緊急開了一個會議 特別是在邊境管理上要怎麼管 怎麼會有那麼多的境外移入的案來 然後境外移入進來之後 又爆發所謂的群聚感染 來看看 三月二十七號 臺灣出現今年首例麻疹確診境外移入個案後 陸續爆發臺灣虎航林口長根醫院群聚感染 一個月內全臺二十二名確診案例 桃園市政府二十三號下午 邀集衛福部及疾管署官員召開麻疹疫情防治應變會議 擴大防堵疫情 針對邊境的防疫的部分 我們希望疾管局在入關的時候能夠加強防疫 那能夠做比較徹底的檢查 會議中 市長鄭文燦特別見請疾管署加強邊境防疫工作 有效控管境外移入個案 避免疫情擴大 衛福部則表示疫情都在掌握中 民眾不必過度恐慌 也強調國人三合一疫苗接種率超過百分之九十七 不容易爆發大規模疫情 但也不能掉以輕心 在這樣的一個高接種率的情況之下 整個社會的保護力應該是相對的比較好 所以大規模的疫情要產生 就是比較相對不容易 而現行衛生單位是以電話追蹤進行防疫監測 桃園市政府建議衛福部針對接觸者 製作自主健康管理通知單 以及確診者的居家隔離通知單 避免防疫漏洞 記者 詹淑雲桃園報導 不過蘇欣 你怎麼樣看現在的疫情 不過我們快來看一下 包括剛剛講的在林口長庚醫院呢 是有一名大概是四十多歲的女性呢 現在講說應該是從澳門那邊移進來的 然後呢 去到林口長庚醫院之後呢 先是傳染給一個二十多歲的男性 他也是護理人員 又傳染給另外一個四十多歲去林口長庚醫院去看病的女性 就是一個民眾 這是林口長庚醫院所爆發的群聚感染 三個個案 你要說是嚴重爆發也還沒有 但是確實在林口長庚醫院有三個個案確診了 那我們再來看比較嚴重的就是虎航這個廉價航空 主要是在三月二十九號是確診喔 什麼時候感染不是那麼確定 三二九確診 這是新北市一名三十多歲 等一下我們談年紀應該是一個重要的一個數字 三十多歲的男性呢 他在泰國感染到麻疹 然後呢 三月二十九號確診 可是呢 他之前呢 在泰國感染到 又搭飛機到日本沖繩去 是在日本確診的 但你也不能說他真的是很惡意 因為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得到麻疹 所以他又坐飛機回來啦 坐回來的當中呢 這個指標個案實在太指標了 他分別傳染給他的職場工作者 一個三十多歲的男生 四月三號 我們講都是確診 然後四月三號又有一個是跟他坐同一班飛機的台灣虎航 然後呢 這應該是空服員 然後呢 四月四號也是一個二十多歲的女空服員 跟這個男生呢 坐同一班飛機回來台灣 他也確定感染到麻疹 再來另外一個旅客也傳染到了 然後呢 還有機組人員 機組人員 那個應該也許是開飛機的 或者是不是很確定 四十多歲的男生 這一二三四五都是跟他坐同一班飛機的 然後呢 所謂的最嚴重就是第二波的感染 不是直接從這個男生傳染過來 第二波分別是從這個個案三呢 傳染過來 像是這個空服員啊 或是這個二十多歲的空服員啊 三十多歲的機組人員啊 還有二十多歲的空服員 這一個傳染四個 然後呢 這一個個案四呢 又傳染出去 可是值得注意是 他除了傳染給同樣是虎航的空服員之外 他也傳染給長榮航空 他也傳染給馬來西亞航空的地勤人員 這樣這樣不嚴重 看起來覺得蠻嚴重的 尤其是民眾心理上 我必須說 因為民眾不了解這個疾病 所以一天到晚在電視上看到說 這裡群聚感染 這裡又新增兩個案例 他們心裡真的頂緊張的 所以我之前還有接到 有人特別打電話來問我說 宿慶 聽說長根醫院的那個隔離病房 都住滿了是真的嗎 因為他們覺得很害怕 因為群聚感染 就想到以前SARS的狀況 就想要因為這個 又包括他是空氣傳染的疾病 所以他想說是不是隔離病房都住滿了 那我們現在該怎麼辦呢 那我就 搶救 搶滿N95 對 就開始緊張了 然後我後來我就不疾不徐地說 是這樣子的 以您的年紀 您年紀都已經五十好幾了 那你其實應該得過 你小時候有出過 你叫牌嗎 我們叫做牌 我們北部叫牌 對 你有出過牌 像我們這種年紀都出過牌 基本上這個就跟我們沒什麼太大關係 理論上我們是不會種的 所以第一 不管長庚有沒有住到滿 你是不用緊張 他說不用緊張 我說對 他說那我小孩要緊張嗎 我說你小孩 如果夠小也不用緊張 因為夠小的話 他才剛剛打過疫苗 你怕什麼呢 保護力還十分充分 所以我說你有沒有發現 這一波不論是虎航 還是在長庚 多數都是二十幾 三十幾 少數幾個四十幾 是 對 所以也就是這一群人呢 他們有打過疫苗 那偏偏十日久遠 可能部分人 他的抗體比較衰退的 不夠了 所以這一群人才要緊張 他說可是怎麼會一直 拖出去一直拖出去 我說問題就是這個 這個病毒很討厭 就是剛才講 他感染力還真的挺強的 所以你不覺得我們小時候 都好像只要夠老的 像我們夠老的都知道 好像一生中一定要出過一次磨了 因為一定會中的 一定會中的 就是人家就是要出牌 對啊 好像你小時候出牌 就好了 對 所以對我們這群人來講 第一出過 第二小時候都中過 覺得你那沒什麼好東西 可是對於現在新的這群人 沒有聽過 沒有看過 年輕人 終究是年輕人 而且更恐怖的是 他們對於所謂這件事 不了解到 他們會覺得說 那自主健康管理 都已經中了 還趴趴走 其實有些人不是中了 只是說接觸者 我剛好跟他做同一個機艙 他說那我已經跟他 做同一個飛機 為什麼疾管署的人 還准許他去上班 所以他們甚至 對這個疾病的管制 該怎麼樣 是不是我跟他碰到 我就不能出去工作 還是我跟他碰到 我必須到什麼情況 我才必須隔離 都不清楚的情況下 大家就以而傳而 就覺得第一傳的超快 第二隔離病房住 你看醫院也有了 然後虎航也有了 地勤也有 整個桃園應該都有了 所以就非常緊張的情況之下 甚至連媒體都嚇到了 都說好像失控了 疾管署 你知不知道現在有幾個 說句實在話 沒有啦 上禮拜還只有負航 那幾個 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越來越多 大家都怕死人 出牌出牌是會死人 老實說 我們那個年代 如果說 我去洗衣服的時候 大家很緊張 也是有嚴重 也是有肺炎 也是有腦炎的可能 所以在我們那個年代 老實說 醫療的資源 又沒這麼好 又不像我黃醫師 周醫師 他們這麼厲害的醫生 那當然 老實說 還是有一定的致死率 還是有的 可是我必須說 這一次累積到二十二例 只有一例有併發肺炎嘛 對 所以表示 現在還是厲害一點 即使同樣都出 也不一定 大家要那麼緊張 那我請教一下主任 那個麻疹 致死率很高嗎 或者是得到麻疹 應該要很小心嗎 基本上他致死率 如同剛剛所提過 沒有那麼高嘛 然後他常見 併報證的話 也剛剛也是描述到 可能包括了 像是肺炎 腦膜炎 或是重炎等等 所以當然 對這些個案的話 比較有 可能才會比較高的一個致死率嘛 不過基本上來說 這個比例應該都是 不到五到十%的情況 所以呢 他對這樣的疾病來講的話 我們是應該要謹慎 但是呢 應該不需要達到一個恐慌的狀況 但是你如果說 病發肺炎 腦膜炎 這聽起來也是很可怕 所以那個併發症 是在所謂的 當你得到這個麻疹 確定就會有 還是說你在得到 然後你症狀發生了 發燒了啦 然後那個四肢無力 等等的 你都不去理他 也不去看醫生 才會有這些病發症 通常來講 病發症來講的話 應該都是 承建於那一些 算是免疫系統 比較不好的病人 本來體力就不好 比較差的 或是說 像是那個 相對性來講 或是現在孕婦 我們都認為他是屬於 比較容易有 病發症的個案 所以並不是說 每一位個案 感到麻疹之後 就有這樣的風險存在 黃碧 你要請教 要緊張 不要緊張 暫時還不用啦 像剛才說的 真的是比抵抗力 比較差的時候 才有可能比較容易病發症 那以前的統計資料 早期的一百個裡面 發生一個肺炎 一千個一個腦炎 腦部發炎 但是那個時候 當年我們是第一個 營養比較差 都比較瘦弱 相對抵抗力 就比較不好 那在非洲國家 那些真的是死亡力 就比較高 那在臺灣現在營養 營養這麼好 所以要病發症的機率 已經很低很低 那比如說最近這一次 一個病發症是 就是剛剛那一張 我們醫院的一個 醫護人員 他是本身是有 免疫上的問題 他有紅半信仰差 就是這個四十多歲的女性 對對對 這是我們的 但是他就是因為相對 他本來就是有免疫 稍微差一些些 已經在用一些 免疫抑制劑之類的 所以他免疫比較差 所以得到的時候 才會比較嚴重 所以現在還在 其他都沒有 沒有 還在醫療當中 早就回家了 都沒事了 幾天就兩天就回 就就回去了 你零口長根的 隔離病房 是不是真的住滿 只有這樣的個案 你說可能嗎 全台直播二十二 也不會重來 而且已經很多都好了 目前只有 只有 其實這個這個 Case會住院 並不是因為 他嚴重度高 是因為 因為他住 醫院的宿舍 宿舍裡面有 更多容易散播 不好 只好就讓他住在醫院的 附下隔離病房 不讓他回家 不然早就應該是回去自主 像他這個是很快就回家自主管理 繼續治療就好了 就沒有問題 所以基本上都沒問題 麻煩 這陣子才會突然拼出來 這都頭到 剛前面有稍微提過 第一個 沒有擺 第一個抗體 第一個慢慢消失 主要也是要怪我們自己的政府 一方接種打得太好了 我們打了百分之九十七 九十八 那麼高的人 所以自然的個案 不見的時候 我們早期 為什麼以前會有 一直有抵抗力 因為一直還有個案出來 那我們有抵抗力的人 接觸到個案的時候 會恢復我們的記憶 就又把我們的抗力 再高起來 那現在年輕的這個世代 因為都已經沒有辦法 接觸這樣的病人 所以他打了 宋舍他打了疫苗 沒有接觸到這樣的個案的時候 他沒辦法恢復記憶 就忘記了 久了就二十年以後 就慢慢忘記 忘記以後 就有少部分的人 就像年溫室裡的花朵 類似這樣子 這樣講年輕人會罵我 所以這是抗體 所以我們以前做 做起來血清 血清病協調 是有一少部分的人 真的抗二十percent左右 二十歲到三十歲 這掉下來 但是也要告訴你 雖然他測不到 不代表他完全沒有抵抗力 如果真的是完全沒有抵抗力 二十二十歲到四十歲 現在有上百萬的人 那為什麼只有二十二個人 瞭解 對啊 所以表示雖然抗體測不到 不代表他完全沒有免疫力 因為我們的免疫細胞 有兩種 一種是是細胞型的 他雖然不是測抗體 他測另外一種 但是他有記憶力 他在碰到的時候 都就誘發 他現在很多很多人 一定要問一個問題 請問黃教授 黃醫師 我還要去注疫苗嗎 只要你都很健康 都沒有接觸到這些患者 都應該都不需要 我有沒有接觸到患者 目前你看 那麻疹 目前你頭到幾個 每個都可以追蹤出來 那五千多月又退出去了 那五千多月是接觸的 都沒有出來了 那現在五千多月都沒有出來了 都沒有嘛 所以你如果沒有很明確 接觸到這些確診 或是你是屬於這五千多個 對對對 你就不用擔心 而且你看 你這個時間都很接近 因為我們講的潛伏期 就是這個病人 你接觸到這個病人之後 隔大概十幾天 十天到十幾天 十四天之間 會併發出來 所以他併發時間都很接近 表示他們是同一個來源 你這邊再隔 你看又是隔個十幾天 所以你這樣找 一波一波 其實都可以預期的 到他什麼時候會出來 所以你這一下一波 你就可以算時間出來 隔個十天十幾天 所以下一波會出來 大概二十幾號 二十八二十九 如果都沒有了 沒有出來就沒了 二八二九就這禮拜 這禮拜 所以這禮拜可能會第三波 這禮拜週末的時候 如果會有的話 這一波的話 傳給他的話 就是可以預期 大概二九三十 這一波可能會爆出來 如果有的case的話 如果再沒有 隔個幾天都沒有 就是確實不會有了 OK 那就是關鍵請教周醫師 萬一這個禮拜六日 有第三波出現的話 那代表的意思是什麼 其實我們會從流行病學的觀點來看 就是像上面顯示出來的這些個案 我們每一個都有去做 很詳細的疫情調查 那我們都可以找得到 他是怎麼得到這個疾病的 譬如說我們發現 他是在機場 他的同事有感染 他被傳染 或是他們有共同的暴露史 譬如說像地勤人員 他們的辦公室非常靠近 那麻疹是空氣傳染的疾病 所以的確會有感染的風險 那如果第三波接下來的個案 我們也都可以追蹤到這種流行病學的暴露史 其實我們會覺得這是在我們預期當中 因為他暴露到的人 原本就有一定比例 假設他沒有免疫力會發病 那假設是這種狀況 其實我們不會特別擔心 因為是我們掌握中的 那萬一出現了 譬如說社區找不到來源的個案 那反而會是我們比較擔心的情況 OK我這樣解讀就是說 如果這個禮拜甚至到下個禮拜 我們沒有第三波疫情 那應該可以說這一波疫情 大概就這樣 對 如果有第三波疫情 在這禮拜六日出現的話 而都是在這五千個追蹤名單裡面 都是很明顯誰接觸到誰 或是誰跟誰處在同一個空間 這個也可以說還在掌控當中 最最最最怕的 突然報個一個兩個 他是哪裡得到的 他碰了誰完全不曉得 那就知道了 他就整個嚴重了 不過最大的關鍵是說 好那接下來台灣民眾要用什麼樣的心態去面對 誰該打疫苗 誰不用那麼緊張 我們來連線到最基層 在高雄鋼山職業的基層診所醫師 他同時也是高雄縣醫師公會的理事長 王鴻鈺 王醫師 這次你今早有很多人說要煮疫苗 上面有做特殊的情形 第二次的情形就是說你要去沖繩啊 不得已你要去日本一定要去嘛 還是說萬一你有去像桃園某個醫院 可能你有接觸時 還是說有些人他真的是很神經濟 他真的害怕的睡不著 那如果說他是像我們五十幾年 至五年級的大部分都有抗體都不用緊張 但是如果比較年輕一點的人 他真的要去疫區還是有接觸時 還是說他的親戚剛好從桃園某家醫院到他家來 又怎麼樣 他會很害怕 那這樣頂多就是抽個血嘛 抽個血 抽個Ig的抗體 如果他還是很高那也不用害怕 所以一般而言我都叫病人說不用緊張 甚至我們也不要花什麼災難牌 叫大家來抽抗體 我覺得都還不需要 但是大家一定要有一個警覺性 就是T.O.C.C.你有接觸時 你如果花高燒 皮膚有疹子 眼睛紅紅的 甚至你快要變肺炎了 那就要及早找你的家庭醫師看 我請教你們高雄啊 現在有說在搶種疫苗的情形 我覺得還是有 因為我今天到衛生局 去參加預防腸病毒嘛 那我們通常我們所有的預防針 我們小港醫院都有 因為他就在小港機場的旁邊嘛 但是好像MMR的預防針也都打完了 所以我是覺得我們國人應該是把 那個MMR的預防針當作一個戰備物資 有需要的地方優先 你有需要的優先 那其他的人 用一個體諒的心啊 因為我們得到的機會很少很少 然後得到的也不是一定會怎麼樣 早點看醫生 只要不病發肺炎 也不會做一點安藏油嘛 現在基層 現在基層診所 像你的診所 你現在還在看診 很抱歉把你吊了 師叔說你的病患啊 說 王醫師啊 我就是 我也不出國啦 但是我會怕 我幾百塊 我會煮一個疫苗 比較安心 有疫苗嗎 沒有 完全沒有 我們甘山我就報告過了 昨天整個大甘山區 四十萬人口 還有十九隻啊 今天早上八隻 現在沒有半隻了 因為我們都會統計嘛 那所以我們頂多 只是說你很神經質 你就抽個抗體 看有沒有這樣啊 但是我也不鼓勵 好 這樣感謝王醫師啦 抱歉 你在抗證的時候 跟你交叉 我都希望大家不要防口 大家要配合局管局 衛生局這樣子 了解啦 謝謝信聰 謝謝 感謝我們再請教一下主任 該打疫苗嗎 或是說真的是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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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需要再去打 目前來說 因為我想我們是新的醫院 我覺得對我們醫護人 來講的話 應該是需要被打疫苗的 考慮的族群 我指的是我們一線的醫護人員 醫護人員 本來他的管道 就不太一樣 對不對 他是疫苗來源 就跟基層醫院不太一樣 應該 基本上來說的話 當然我們是要評估 他到底有沒有 就是抗擊的情況 當然我們也是覺得是說 對於 因為醫護人員的話 他算是屬於高風險 會有暴露到 照顧到這樣的個案 有被感染的一個可能性 所以我們是希望是 他們有一個基本檢測的一個結果 然後評估打疫苗的必要性 當然這個是我覺得是 目前來說應該是比較需要的嘛 除此之外的話 當然就是我們再去評估說 到底哪一些族群 假設說他真的是 免疫系統比較不好的 或是他剛剛 剛剛黃教授提到 可能是有些服用一些免疫之計的個案的話 也許也是要評估他到底沒有 次打疫苗的必要性 除此之外的話 我想一般的民眾 甚至說年紀比較大 的確真的是沒有那個打疫苗的一個考慮 這樣子 不過周醫師就是說 現在因為資訊太發達了 所以有時候大家在解讀 會不太一樣 譬如說我們剛剛一直跟大家說 不用緊張 不用恐慌 大部分的成年人身體都有抗體 那只是說你如果是二十到四十歲 因為臺灣其實太久 沒有這種大規模的麻疹 所以你裡面的抗體會越來越少 所以也許你需要去補充一下 但是呢 我們剛剛又談到一些資訊 譬如說 他會併發像是腦膜炎肺炎 那可能是千分之一的這些機率 可是對很多人來講 千分之一也很可怕 然後再來又聽到說 現在要打疫苗 也沒有疫苗可以打 所以大家因為所謂的打不到 反而會恐慌 反而更會想去打 這就是銀行擠兌的這個問題 我想問的是說 究竟是不是現在政策上 是要限制 還是說要提供更多更多的疫苗 讓民眾安心 還是整個防疫工作怎麼做 我們再來看看 確實有時候不用窮緊張 小孩子真的不用窮緊張 因為現在公費疫苗 一毛錢都不用出 你隨便去醫院診所都可以打 滿一歲先打一劑 然後到五歲再追打一劑 這時候你的抗體就夠了 那滿不滿一歲的呢 你就不要出國 這時候啦 那再來是說自費疫苗 醫護人員其實醫院 他應該會出錢 應該不用自己出 就是醫院出啦 醫護人員 航空人員 或者是短期內 你要出國 也不是說到所有的國家 特別是像中國啦 東南亞 日本也只有沖繩 其他日本地區都沒事 然後呢 年紀是二十到四十歲 如果你二十歲以下呢 你已經打兩劑了 你抗體已經很多了 百分之九十七了 不用緊張 四十歲以上 很多人感染過 已經有抗體免疫了 可是呢 我們剛談到 也有好幾個是四十歲以上 這次確診的啦 那現在呢 自費疫苗大概是三萬劑 下個月再補貨 可是恐怕你去診所要問說 我要打這個所謂的麻疹疫苗呢 可能會打不到 我們再來看看正確的資訊 誰該打疫苗 三月初 台灣一名三十多歲男性 前往泰國旅遊時感染麻疹 回國後又在可傳染期間 又到日本沖繩旅遊 不但造成國內麻疹疫情擴散 也在沖繩引起一波疫情 由於目前麻疹 沒有特效藥可以使用 而且傳染力極強 打疫苗是防範最好的方法 已經有民眾打算出國前 去補打麻疹 三線嚴德國麻疹混合疫苗 有造成大流行的可能 所以自己家如果有像這樣的幼兒 尤其是一歲以下 我們都會考慮接種 如果出國玩的話 就會特別就會覺得說 還是去打個疫苗保護一下自己 根據國內疫情的紀錄 早在一九七六年前 麻疹一度在台灣大流行 因此四十歲以上 民眾大多有抗體 一九七八年後 開始推動接種二劑 麻疹疫苗 但和自然感染相比 疫苗誘發的抗體保護力 會隨著時間減弱 醫生表示 根據國內過去的研究 抗體最低的族群 是在現年二十歲到四十歲的民眾 若幼兒一歲以下 還沒有接種過MMR疫苗 也建議不要到麻疹流行區 如果你現在是六個月以上 你要到一歲之間 你還來不及施打 而你偏偏要出國 又要到譬如說像去沖繩 那你會擔心 那就提前施打 但是別忘了 以後滿週歲 還是要再補追加一次 麻疹疫情持續升溫 機關署二十二號表示 短期內可確保滿一歲到滿五歲 因幼兒的公費疫苗供給沒問題 但自費MMR疫苗 國內只有美商墨沙東藥廠一家 一年大約有四萬劑自費的需求 造成調度吃緊 已經被買走一萬多劑 墨沙東藥廠也發出聲明 表示目前正與總公司積極 爭取更多麻疹疫苗 最快下個月可到貨 記者委員陳信隆推報導 不過這次我們一個一個來釐清了 所以小孩子五歲以下 一歲以上 這個所有的家長完全不用擔心 一定夠 想打就可以打 對 對不對 時間到了 該打 反正就打 因為我們最重要的 其實就是要確保我們的工費 常規接種疫苗 工費絕對沒問題 對絕對不會有問題 那一歲以下半歲以上 想打要自費 因為麻疹 德國麻疹三千元疫苗 它的建議接種年齡 就是十二個月以上 所以我們工費就是 第一劑是在十二個月 的時候打 十二個月以下 你是在六個月到十二個月 你有其他的需求 你需要提前打 因為那不在我們工費 建議的範圍裡面 它的確是自費的 對 有需要 譬如說我真的 非出國不可 但是又去 所謂的疫區 真的需要打 那自費疫苗的話 就是 其實所有的防疫資源 都是有限的 那在現在的狀況 上來講 其實我們也有一些 優先順序的建議 那的確就像螢幕上顯示的 我們覺得最需要接受 非公費對象 最需要接種 德國麻疹 麻疹三千元疫苗的 第一個就是醫護人員 那這個醫護人員 我們認為 他是有一個風險區的概念 因為剛剛有講到 現在的疫情 其實我們知道 他是局限在某一些縣市 特定的地區 譬如說高雄 臺南 屏東 目前我們不認為 他是風險區 所以在風險區的 醫護人員 那特別是風險科別 譬如說急診科 或者是兒科 他必須長時間接觸 很多大量的病人 當中可能有疑似麻疹的病患 我們會認為 他是最優先需要接種疫苗的 對象 那再來就是航空人員 因為這次的群聚 很明顯就是從機場 跟航空公司出現的 那我們也會認為 如果你是在機場 需要頻繁接觸旅客的 不管是空情地情 航空人員 你需要來接種這個疫苗 那這兩類是我們認為 最優先 應該要確保他們 包括醫護人員 航空人員 需要打 就一定夠 對不對 對 我們會盡量 確保他們是絕對優先 對 你要看看 現在在控制的情形 分配的情形 對 好 那接下來就是另外一個 其實另外一個 剛剛一直在問 到底出國要不要打 我們假設一下 每年出國有多少人 幾百萬 很多 對 一年幾個人得到麻疹 今年二十二個 對 我們幾百萬個裡面 這個真的 真正的是從國外進來 只有七個 境內移入的 境外移入只有七個 那這樣機率高不高 高不高見能見智 對啊 你就幾百萬個裡面 幾百萬個裡面 我花個幾百塊 買個新安不行 對不對 那但是現在如果真的是 很缺乏的情況下 當然要排優先順序 因為你為了你買人 你買自己的新安 你可能會導致其他 更需要迫切的人 那些人可能會 更會散播 周醫師你剛剛要 對不對 這邊有就是這幾年來 我們境外移入麻疹的個案書 其實都是個位數 四個九個 一個兩個五個 所以在我們所有出國的人 當分母的狀況下 也就這麼幾個境外移入的麻疹 那假設啦 如果因為看起來 下個月會補貨嘛 假設民眾還是有擔憂 哪一些人是需要多擔憂一點 哪一些人是完全不用那麼擔心 孕婦 孕婦能打嗎 孕婦不能打疫苗嘛 不能打這種疫苗 這種疫苗是活性 減毒疫苗 所以孕婦千萬不要去打這個 對他可以打流感 可以打白日殼疫苗 不能打這個活性的 他這種打是死的疫苗 不活化的疫苗 流感是不活化的 那白日殼是不活化的 可以要打 那個是規定要打 建議打這個活的不能打 有一個那個完全吊詭的啦 但是說老人家抵抗力比較弱嘛 老人家要打嗎 不用 不需要 自然得過 你剛才自己那樣丟過了 丟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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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自己認為自己身體不太好 老是在那邊咳嗽 一感冒就咳個兩個月 這一種的 要不要打 這種人其實 如果他沒有去流行區 譬如說他不是常出國 或是他不是醫護人員 他單純在臺灣 他接觸到麻疹的機率 其實非常低 我們不會認為 他是麻疹的高危險群 那您剛剛說的 他是本身有一些高風險的慢性病 他應該接種 譬如說流感疫苗 或者是肺炎鏈球菌 他反而要去打流感疫苗 對 麻疹他不用擔心 因為以往這種MMR自肺 反而是你剛才說 孕婦不打對不對 可是育齡的女性 他們會建議 比如說你有打算生小孩 以前就是你有打算生小孩 想懷孕還沒懷孕 那你如果說 因為MMR除了麻疹之外 還包括德國麻疹 所以通常是這一群人 他們現在有些人是婚前健康檢查 或者準備懷孕的檢查 都會特別檢驗一下抗體 如果不夠都會補中 反而是這一群人是 現在那個自肺 那個MMR 其實最大眾應該是他們 所以如果說 你確定沒懷孕 但是你很可能 未來會懷孕 你計畫 對 那如果疫苗夠 這種人去打是有道理的 剛好在那個年紀之內 這種人也不會太多 對啊 那最最關鍵的 我先請告訴你 性肺炎我中了 我中了 我中了 我真的出票 我怎麼會死 會怎樣 現在現在台灣的醫療 現在台灣的醫療 應該都沒有問題 你剛剛說過了嘛 台灣的醫療現在很好啊 所以照顧上 所以我只要是有發燒症狀 四肢無力 然後感覺極度的疲憊倦怠 我就要立即就醫 現在應該這麼說 如果你要懷疑麻疹的話 有典型症狀的麻疹跟不典型 典型症狀麻疹 麻疹就是接觸之後 剛才講十天到十四天之間 可能就開始發病 一開始可能發燒 之後會出現咳嗽 鼻水眼睛紅起來 是 然後三四天之後 他開始長疹子 那就出現典型的疹子出來 那三四天之後 疹子慢慢消了 稍微退了 疹子之後變得融合 然後有的落穴掉下來 這是典型的個案 但是現在打了預防針之後 像我們剛剛講的 我們那個男護士的症狀 就不明顯 他接觸之後 十幾天 十天左右 十二天左右 開始發燒 喉嚨一點痛痛的 沒有咳嗽 沒有流鼻水 沒有眼睛紅 一直到第四天 長疹子 他想 啊 你是不是 是不是真的是 接觸之後發病出來 那抽血驗才知道 抽血驗的時候 還沒有辦法確定 採鼻槍跟採小便裡面 用PCR比較敏感的方式 才測到 所以他的已經是 不典型的麻疹了 如果照我們傳統的醫生 像我這種以前看過麻疹的病人 一開始我都不會想他是麻疹 因為他沒有 可能是感冒 對啊 可能就是一般發生喉嚨痛 感冒而已啊 所以他確實去就診的時候 都被當種感冒來處理 甚至做了快篩 流感快篩 之後說沒有流感 就開一般的症狀治療的藥物 所以就分典型跟不典型 所以你剛剛講 那我們只能說 如果有接觸時的話 可能就會比較 要注意 只要有十幾天有發燒起來 十多天開始發燒 那可能就要小心 是 但如果都沒有接觸時 真的就有 現在來講 你有打過預防針 不典型的時候 真的是有點困難 所以我們不需要 不希望發生到社區感染 讓我們不好診斷的情況 我們其實就給民眾 很明確的資訊 在我沒有再去追打疫苗的情形下 因為說實在 很多人到底有沒有打過 他自己也忘了 很久以前的 確實是 在我沒有再去追打疫苗的情況下 如果我得到了麻疹 我是不是只要當我一發燒 一不是去看醫生 我絕大部分 幾乎是百分之九十九以上 我不會讓我的病情更加嚴重 沒有錯 對 絕對對 我說對 對 所以不用這麼煩惱吧 重點是你要仔細的 你不是要去追打疫苗 你是要看疾管署公佈 到底那些人出現在哪些地區 什麼時候 你有沒有去過那些地區 假設有 你要記得告訴你就診的醫生說 我曾經在什麼時候去到 衛生疾管署 有公佈的那個地區 我現在這個症狀多久了 現在大家都沒有去墾丁 都去沖繩 去沖繩的那麼多 因為假設你沒有告訴醫師 這種單純這些症狀 你更讓他更難判別 所以你一定要記得 與其你去沖疫苗 不如把這些東西看清楚 你有沒有去過這些地方 在這些時候 包括什麼某百貨的 某著名的火鍋店 或者是什麼 第一次你自己要清楚 什麼樣的人 比較容易在得到麻疹之後 病發肺炎跟腦膜炎 我們應該講 麻疹引起主要是腦炎 比較重要 腦膜炎相對比較少 腦炎比較厲害 腦炎的部分比較嚴重 那我們剛剛一直強調 是免疫比較差的 那免疫比較差的 就在免疫抑制劑 什麼那些有一些 比如說本來就有什麼白血病 什麼那些得到 當然會比較嚴重 再來就是小孩子 比較小的 比較小的小孩子 一歲以下的 那種比較小的小孩子 那再來就是 營養那些 真的是比較差的 那這屬於抵抗力比較差的族群 得到的時候可能比較容易 併發這些現象 那很有趣就是說 儘管麻疹是傳染力極強 但是那種最危險的族群呢 他反而是抵抗力最高的 那抵抗力最弱的呢 他呢其實得到的機率又最低 譬如說小孩子跟老人家 抵抗力很弱 但是他得到的機率很低 四十到二十歲中間呢 他比較容易得到 但是他抵抗力正強的時候 所以你都不用擔心 所以好像可以 從你講話裡面 我們可以用比較簡單的一句話 他可能傳染力很強 但是疾病嚴重度不是很高 疾病的嚴重度不高 所以會嚴重的很少 講白話就是你只要注意自己身體 不是的症狀 其實要過世是很不容易的 不過我們來看看 這就要請教四位專家 看起來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東西 儘管都叫麻疹 但是很顯然你得到麻疹 你還是會再得到德國麻疹 你得到德國麻疹 你還是很有機率再次得到麻疹 因為這兩個是完全不同的東西 麻疹是麻疹病毒 德國麻疹是德國麻疹 都麻疹病毒 儘管都叫麻疹 但是他是兩種完全不同的病毒 潛伏期也不太一樣 但是很重要 他潛伏期都是大概一到兩個禮拜 換句話說呢 他其實在這兩個禮拜當中 他可能就傳染給很多人 是這樣 基本上潛伏期的時候是不傳染的 從發病開始出現症狀的前一天 才開始有傳染力 所以比如說前面的是 表示說他是第十八天發病好了 他到十七天前都不會傳染給別人 都不會傳染到第十七天才開始有傳染力 第十八天發病 然後之後再又有一個禮拜的時間 會有傳染力 可傳染期 像虎航那個就是那個 從泰國回來到沖繩去 他其實就已經發病了 對那發燒的時候就是算發病 發病傳染給這五個 那個基礎空服員 對這大概七天之內傳染的 然後那五個空服員呢 經過十天被感染之後 十天之後才有傳染力 才開始症狀出來 才有傳染力 那時候才有傳染力 中間十天是沒有傳染力 現在要注意第三波的 剛剛一直講說 就是打個噴嚏啦 或講話吐個口水啦 這種飛沫空氣傳染 而且傳染力非常非常強 兩個傳染力都很強 再來呢 他的症狀是 如果是麻疹的話 發燒會有出疹 鼻炎結末炎咳嗽 很嚴重的話呢 會併發中耳炎肺炎或腦炎 德國麻疹呢 也會發燒疲倦 鼻炎炎 然後呢 孕婦可能會導致 胎兒的器官受損 所以如果你是孕婦 你要小心的是德國麻疹 這個反而殺傷力 沒有德國麻疹這麼大 治療呢 看起來都沒什麼藥可治嘛 對 目前沒有 說很難的 無藥可醫 就靠你自己而已 很多病毒都是這樣子 就智力救濟嘛 靠你自己來對控 預防就是說 滿一歲未到五歲呢 這個是要打兩劑 那現在是三合一 麻疹篩線炎跟德國麻疹混合的疫苗 這個是現在臺灣 那其實大家要釐清 所以說如果是現在打三合一的呢 其實都有了 麻疹跟德國麻疹的疫苗都有了 但是呢在整個臺灣社會防護力 儘管我們的馬種接種率呢 還是很高 看似從虎航以及林口長根的案子 是否可以看得出來 現在整個防疫呢 或許還有些漏洞的出現 臺灣虎航和林口長根醫院陸續爆發 麻疹群聚感染 截至二十一號已有二十二人確診 全臺追蹤的接觸者超過五千人 為九年同期新高 整齊風暴源自於三月十一名男子到泰國感染麻疹 返過後傳染給一名同事 沒想到他在生病期間還搭虎航道衝繩完 目前有十二人遭到感染 其中八人是虎航員工 高雄市疾管處還查出 其中一名女空服員曾和第一名確診的男空服員有接觸 並早在四月五號就出現上呼吸道症狀 但他沒做自主健康管理 還兩度前往高雄因此決定開罰 另外上週疾管署也證實 林口長庚醫院出現麻疹群聚感染 一名女子赴澳門旅遊感染麻疹後回臺 在林口長庚醫院就醫 造成另一名女性就醫民眾和男性護理人員感染麻疹 那第一例是先前三月十七十八去澳門回來的一個境外路的個案 那他在四月二號跟四月四號 都到林口長庚這邊去就醫 傳染給我們的案二 另外一個是二十幾歲的一個護理人員 那他是在四月四號的時候受到感染 機關書表示已經追蹤九百八十名接觸者 也要求啟動院內應變措施 並針對麻疹事件 重新規劃急診減傷動線 蘇星我們先來說林口長庚 帶我們再來說護航 是 林口長庚一個個案 傳染給兩個個案 這個算是感控有問題 我講的意思 感控出現狀況嗎 這件事情第一 第一個時間就會有人問說 我們不是有建議就是說 新進的這些就是照道理 比如說到他急診感染科 婦科或者兒科 我們希望這些尤其是一九八一年 最後進去的這些醫護人員 他是應該要加重 如果沒有 沒有他不能證實他的麻疹抗體 是陽性的話 照道理他們應該補的 所以通常在我們媒體 第一個冒出頭來問號 就是長庚沒有做這件事情嗎 那國內所有的醫院 到底有沒有做這件事情 就是既然我們都知道 因為我們太久沒有麻疹的出現了 這些必須在第一線做作業的人 我們到底各個醫院 難道是個型歧視嗎 政府沒有要求 因為政府有些東西 評鑑都要求 這個東西沒有要求嗎 這是我第一個媒體 第一個冒出的問題 是這個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你說感控有沒有問題 說實在這個是空氣傳染 那你說感控要怎麼做 我自己還覺得是蠻困難的 那那就是第一個質疑要請教黃批 因為這個案子很指標 是儘管這邊沒講 但是你很清楚 這個就是林口長庚自己的醫護人員 對 所以醫護人員變成 所謂的最主要的傳染給別人的人 那為什麼這個林口長庚的醫護人員 沒有做好自己的疫苗接種 沒有沒有這個這個我先要先講一下 他自己縱使他自己已經 比如說你已經你發生到生病 那你也不知道你得了什麼病 你去就診啊 你一開始都不知道啊 完全不知道他是什麼病啊 所以他有一點喉嚨痛 有點咳嗽 有點離比水 他當然會就醫啊 是 然後就醫之後 還找不到原因 那殺了比較多天 然後眼睛又紅起來 他覺得很奇怪 所以來到醫院 就繼續在醫院就診 然後因為眼睛紅起來 所以要把他送去眼科會診 看一下 當然要有人送他去嘛 就是護士送他去啊 送到眼科的病房去做檢查 檢查完之後眼科會懷說 那眼睛有睫膜炎 但是沒有什麼診斷 又隔了一兩天才想到 會不會看起來有點像 剛剛講的臨床症狀看起來 然後開始長疹子出來 才想你會不會是麻疹 趕快隔離了 隔離的時候才在驗血 所以他這個根本都還 當時都還不知道是麻疹 我了解 都沒有診斷出來 都沒有確診 我們當然很理性地講說 我們不可能去批評說 醫院不會去接觸到 這些麻疹的個案 但我們的疑慮是在於說 為什麼這一個個案 跟這個個案 都是林口長庚的醫護人員 而都會得到麻疹 他們本身為什麼沒有抗體 剛剛提到他 他或許他之前有接種疫苗 他已經四十幾歲 然後他又免疫缺陷 有一點點免疫的 在吃一些免疫的藥物 抑制的藥物 所以可能是比較差 所以他可能是特殊的 對 這個是他 這個其實我們後來事後看起來 他是有驗了抗體 那我們醫院是 新進人員驗出來沒有抗體 會叫你 請你去接種 了解 去你去接種疫苗 但是我們醫院沒有強制 沒有強制說 非 非得 但是我已經告訴你 你有醫護要去接種 但是沒有說強制 如果你不接種 就不 就不讓你來上班這樣 沒有到這種 沒有到這種 這種的地步 了解 但是確實有測 我們有測 我們現在所有的醫院 並不強制要求 所有的醫護人員 要在二十到四十歲中間 再去追打疫苗 基本上來說 我們也是會建議 就是根據那些 評鑑查核的需要 會建議高福建單位 就剛剛有提到 不管是婦兒科 急診感染科 都要去接受這個檢測 提供這樣子抗陽性的報告 如果陽性當然說 代表有個抵抗力 就不需要接種 但是如果沒有的情況之下的話 我們會建議他要施打 不過有些人對施打疫苗來說的話 還是有一些比較沒有辦法 就他們還是有些疑慮 所以我們是目前的話 是沒有辦法強制 不過呢 也要看看整個一個 醫護人員自己對施打 麻疹疫苗有疑慮 應該是講說 因為有些人認為就是說 因為目前這個疾病 老實講 臺灣也不是一個大流行狀況 然後再加上這個 這個疾病的 剛剛有一直提到 他對方也不是那麼高 所以認為說 好像也沒有一個流行的必要 情況之下 我們並不代表說 你一定要接種 強制說你一定要接種 這樣子的疫苗施打 不過當然陸陸續這幾年的話 都有些靈性的個案的話 我想這樣子的一個政策 也許可能慢慢就變成 比較像是有一個強制性的 不是 周醫師我請教 就是臨口長根這個情形 所以假設如果有第三波 希望不要有 假設有第三波 那個道理還是一樣 如果在追蹤名單內 就還好 對 如果在追蹤名單外 那問題就很大 特別是再來一個醫護人員 那問題就更大 但是現在很顯然 如果是臨口長根的案子的話 醫護人員 反而是防疫的漏洞 因為他們最危險 但是很顯然 他們並沒有比我們一般人 有更高的保護力 所以我們剛剛才會強調 我們現在會優先把疫苗給醫護人員 尤其是高風險地區跟高風險科別的 他們是我們的最優先的對象 醫生 我們醫院現在側沒有抗體 全部已經都打了 都打了 急診了都打了 那是只有臨口長根還是所有的長根 臨口長根 臨口長根都打了 急診了都打了 那要錢嗎 我們醫院幫他付了 喔 了解 那比較合情 都打了 都打了 好 那素卿來來來來 那真正關鍵來了 虎航這件事情 正經看來會怕死人 我們來看看下一張 虎航一個人呢 在三月二十九號確診之後 你看那整個疊了 會不會有第三波還不曉得 如果有的話 可能個案會更多 從一個人呢 傳染給包括他工作的 這些職場員工 傳染給一個兩個空服員 傳染給一個旅客 傳染給一個機組人員 這是第一波的感染 再傳下去第二波 包括空服員 包括機組人員 甚至除了虎航之外 長榮航空的地勤 馬來西亞航空的地勤 全部都中 這是虎航的問題 這必須說 我覺得這個在溝通上 或者這未來對於所謂的民航器 他們的自主健康管理 說定我們可以做得更細緻一點 怎麼說呢 因為以虎航他們的說法是說 當時可能我們疾管署 當我們發現這個確定個案 比如說第一個例去泰國感染了 然後又做了虎航 然後又去了沖繩完這個人 但我們發現有一個人搭乘你們的航空器 到了某個地方 然後他是一個確診個案 那我們會發一個告訴是 告訴虎航說 之前有一個你們的乘客 那做了你們的航空公司 然後他現在是確診馬診 那會要做兩件事嗎 有誰跟他搭董魚翻飛機嗎 那我們必須告訴這些人 如果是機組員 或者是其他的旅客 我必須告訴他們 你可能有這樣的風險在 我怎麼樣去追蹤到這些人 去告知他 你必須做自主健康管理 那問題在於說 那虎航可能覺得 你告訴我得了這個個案 然後呢 所謂的自主健康管理 應該做到什麼地步呢 所以他可能到下一波之後 機關署告訴他說 你可能要通知你的這個機組員 做自主健康管理的時候 他告知了他當時 同一個航班的人說 我們那天幾月幾號 某個航班有一個呂 有個乘客誰 他已經是自主健康 他是麻疹 所以大家自主健康管理 可是他對於自主健康管理 這個概念又不是很清楚 就是究竟是 哎呦好像是都要在家裡嗎 可以到處走嗎 那什麼時候不能到處走 去看醫師的時候 要怎麼做 跟公司要怎麼報備 公司要怎麼管理 他可能沒有那麼細緻 於是乎就一個人 他就說 我知道公司有告訴我 然後公司又沒有叫我說不用上班 那我是不是還是一如往常 那直到我覺得我好像感冒囉 我去醫院 他差別就在這裡 因為其實麻疹很久沒有在臺灣出現 大規模造成第一個 當然我們說年輕人沒有第二次激發的機會 第二年輕的或者診所的醫師 老實說 誰看到發燒病人 會第一個時間想到麻疹啊 當然不會啊 你都沒有診子出來之前 誰都不會想到這件事 除非你真的就像我剛剛講 你有警覺性的告訴醫生 我之前人家有叫我管理 然後我有做那個肺炎機 有什麼我有沒有可能是什麼 除非你已經有這樣提醒 否則他不能怪醫生 因為那個人就說醫生也跟我說他是感冒啊 所以我如果覺得我自己是感冒 我當然覺得感冒公司 又沒有說不能上班 我就去啦 所以這期間 我覺得我們做得不夠細緻 使得航空公司 他通知的也不夠明確 那被通知的人也沒有做得更落實 所以使得一連串的失控 所以他們才會說我趴趴走 趴趴走 趴趴走源自於什麼 他就會覺得說 我去看醫生醫生說我感冒啊 他覺得他自己只是感冒而已 他不是惡意的 他沒有想到說 其實有時候 誰知道 今天如果我們不做這一集 誰知道感冒跟麻疹的症狀很像 不知道嗎 醫生認證我感冒 那我就會走啦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是我們可以做得更好 那我下次當經驗 我們先等一下再談 是不是防疫上有漏洞 我們先來談喔 包括這一個個案 包括這七八個人 再包括所有的二十二個確診病例 已經確定麻疹的人 他該做什麼 要隔離嗎 對 我們會希望在可傳染期的時候 隔離是什麼意思 在家自己隔離 這是一種方式 還是要到醫院去隔離病吧 看他的疾病嚴重度 需要到住院的話 就在隔離病嗎 確診的一定要隔離 對 可以在家裡自己隔離也可以 絕對不能趴趴走 對 不能趴趴走 那這五千多個追蹤個案 能不能趴趴走 在他出現症狀之前 他其實就是跟一般人一樣 所以我們沒有限制他的行動 所以目前 但五千多個這些人 都知道自己是五千多個裡面的一個 對 我們會去做 每個接觸者會有公共衛生的同仁 跟他聯絡 然後會發給他一個自主健康管理通知書 告訴他說 你是法定傳染病麻疹的接觸者 那因為你有發病的風險 所以在接下來的十八天之內 你必須要密切觀察自己的症狀 那包括發燒 咳嗽喉嚨痛出診 那萬一有這些症狀呢 通知單上也有告訴這些民眾 應該怎麼去就醫 我們現在在醫學上 萬無可能是在發病前 就有傳染力嗎 剛才就是發病前一天 前一天 前一天 那如果我們還允許這五千多個人 趴趴走 又是一個漏洞嗎 因為預計他發病 大概是十天以後的事 可是你說發病前一天 他可能就有傳染力 所以那時候就 那個時候可能就真的 麻疹的傳染力 其實是在出診的前四天 前四天跟後四天 那但是你在出診之前 其實你會有一些 類似感冒的症狀出來 前面 出拼的時候 前四天我就有傳染力 就有傳染力 對 出拼的時候 可是前四天 我可能就開始發燒了 差不多要開始 可能前三天或前四天 開始發燒 沒錯 我們要全期症後 所以如果大家自主管理得很好 也就是說這五千多個 一發現自己身體有不適 立即就醫 立即隔離 就很安全 對 其實現在五千多個人 應該少一半了 因為這一波的 前面的都不用 都已經解除了 加十八天嘛 今天已經二十幾號了嘛 出診後十八天 就沒有傳染力 就已經接觸後十八天 就發病就沒有發 不會發病了 所以第一波這一波的 接觸的患者 可能三千人接觸者 比如說三千個 這一波是兩千個 這兩千個還在觀察當中 那這三千個 可能已經沒有了 所以五千多個裡面 包括一部分都沒事了 瞭解 只剩下這一部分會有事 這一波還沒還沒完嘛 那主任我再請教 後面的下一波 我們可以從這樣子情形說 防疫有漏洞嗎 或者是說這 你真的是防不勝防 因為他發燒 他不代表他就是麻疹 而且他就算去檢驗 恐怕醫師也不會跟他講 你就是麻疹 基本上來說的話 當然我們只能夠 然後就確診個案做 落實好 應該做的處置跟隔離 對接觸者的部分的話 只能夠叫做好 自我健康管理 除此之外的話 你要去嚴格去限制 那五千多人都要去做一些隔離措施 我想這個有一定的困難 所以呢 我覺得只是目前 既然機關署有這樣的規範的話 我們的那個醫院或是民眾 應該照這樣的爭取去走 應該是比較沒有問題 蘇靜 你看 一個然後第一波再第二波 虎航在管理上 會有一些爭議嗎 我覺得虎航在這一波 他確實 我覺得啦 可能做得不夠詳盡 就是必須說 你今天有沒有充分 我一直覺得爭執點在於說 今天機關署告訴你 說你們有載到一個麻疹的個案之後 這後續的 是虎航本身的經驗不夠呢 還是說他們在通知上有一些不夠落實 沒有講到那麼仔細 以至於大家覺得 沒有那麼嚴苛的想說 我發燒了我可能就必須怎麼樣 他們這件事沒有做好 所以這是必須注意的 但是我在想 有一些其他航空公司現在看笑話 想說啊就怎樣 可是發生在你身上的時候 你是不是也真的能夠做得這麼好 但如果所謂的做得很好 是說當機關署通知虎航說 你飛機上 有一個麻疹確診的病例之後 他是這一台飛機 所有接觸到的人 包括空服員機組人員 甚至地勤 全部都要隔離嗎 第一個他不可能做這樣 說實在話 因為我覺得這個 第一個 這是一個成本 跟我們的 我說我們在管控風險的時候 我們要考慮管控所謂 使用的手段跟成本 假設今天是一個致死率極高 傳染力很高 並且致死率或致重症率很高的 我當然用最最最嚴苛的手段 我就全部都隔離起來 就當年的MERS SARS或什麼 我可能這一個我就說 你在家裡必須給我待著 是 可是我們現在知道說 這個第一個 多數人有防禦力 雖然他傳染力極強 第二個 就算感染到了 我們必須說 他也不是一個致命力 非常高的疾病 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你說你叫五千多人 或叫他們說 我今天一載到一個人 於是我全把航班 然後走過的路線 我經歷到的人 所有人都必須自主在家 隔離個十八天的話 你說這成本太驚人了 社會成本也太高了 黃鴻屁我再請教你 所以到目前為止 不管是林口長庚 或者是到虎航 整個政府在做防疫的工作 包括說要做剛剛那個王醫師 也談到TOCC的機制 就是旅遊室啊 你的職業是什麼等等的 機場跟航空公司去做消毒 然後工作人員接種這些疫苗 等等的政府可以在做什麼 我就我們目前做到的程度 包括他可以列出來 這麼多接觸者 就告訴我們掌握能力已經夠強 掌握能力已經夠強 而且我相信這些名單都是 比如說他通知虎航 那個那個班機的名單 通通列出來 都造冊了 然後所有的衛生單位 都一個一個打電話 通知這些人 你留的電話如果都是對的 甚至於第一波的時候 他還要去對他的有只有中文英文名詞 然後然後英文名詞 然後再去換成中文名詞 然後再去找戶籍單位 然後找他的聯絡電話 一個一個都打到電話 打到五千個 你就知道這樣的追 夠不夠夠不夠力了 追到然後再通知他們要注意 你可能要觀察到哪一天 如果只要這一天之前有症狀 你就要來去就醫 因為自主管理剛剛說過 並不是像SARS那樣子 叫你關在家裡 目前的自主管理是 只要你沒有發病 你就可以治長痛 但是有發病的時候 一定要告知 而且我們現在部分 甚至要改成只要列冊的 我們的衛生單位 每天會跟你say hello 你今天好嗎 你還好嗎 會關懷電話 我覺得這樣做的 你覺得好不好 但是我覺得他可以做一件事 航空公司就是工作人員 再接種疫苗這件事情 他們可以考慮 因為成本上來講 其實這核算的 其實有的航空公司 是全面接種的 已經打了 而且不只是馬診 就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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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太多 strips 睡眠 convince 是的 今天我們先約四 comentarios 期待在這次的亞警賽 奪回球後寶座 面對亞洲各國強敵 每一刻都不能中線 4月27至29日 亞洲旅球錦標賽 一起在電視機前為小黛加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